我问一个非常严谨的 充满了科学人文精神的问题 你的骨骼身体构造 是不是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 我的骨骼呢可能是 比你们经常人的骨骼要宽 对对对 昨天导演组带你去医院检查了 对对对 来 我们掌声有请王宇医生登场 各位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送里拿的是刘腾的体检结果 他的S光片 请给我们讲解一下结果如何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片子 左边呢这个是刘腾的片子 昨天刚照的 右边呢是一个正常的 腰椎的S光片 所以我们曲度上 一看就是不太对劲 它是一个S型的 然后我们正常腰椎呢 正常来说我们从前向后看一个人的话呢 他的脊柱应该是直的 从侧面呢他也拍过一张片子 然后呢发现呢 他的颈椎呢是反攻的 正常我们人的颈椎呢 是向后仰的 但他的颈椎呢 是反过来的一个弧形 后来我在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想一想啊 就是说椎骨呢 它是一块落一块这么上来的 这好比呢是几块方糖落在一起 落起来的时候呢 它是不散架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我们这个椎骨之间 有很多的韧带去束缚它 柔术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它这个所有的韧带它会松弛 因为它不松弛的话 它的骨跟骨之间 距离产生不了 就像那个手风琴似的 对吧 一般人是合着的 能拉开一步 但是它整个拉开 对对对 它等于说正常是这样的 它现在呢变成这样了 张开 它就可能就反复地做这种 它肯定是有一顿痛苦 第一次是刘腾是把骨节拆散了 然后再给牵上的 对它当时肯定是 骨跟骨之间是脱位的 王医生 刘腾是健康的 他呢应该来说呢 是我们说呢 他是健康人 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 他这个肯定是对身体有害的 谢谢你 谢谢你 王医生 谢谢